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健身强体传播四海 他就像表现我们中国文化 几千年的这种传统国粹 请看本期节目 李荣女士谈中华武术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节目 中国武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深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喜爱 历史上很多人投身到中国武术的锻炼与研究当中 在海外武术同样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来自加拿大的华人李荣女士 在海外成立了多所中国武术学校 并在台湾成立了李荣武术保健中心 李荣女士说 在海外从事武术教学的过程当中 她有很多深刻的体会 今天我们把李荣女士请到演播室 一起来聊了这个话题 欢迎李女士的光临 谢谢 那么在我们今天谈话之前 我们一起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 一起来看一看 李荣女士1962年出生于万县 八岁开始练习武术 1979年考入成都体育学院 1983年参与四川武术大全的编撰工作 1990年移民加拿大 1992年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李荣武术保健中心 创立了三星台极拳 十年期间 李荣女士致力于传播中国武术文化 分别在加拿大 美国 中国成立了武术学校 推广三星台极拳 教学期间 经中国武协的考核 李荣女士个人获得武术七段的成绩 并成为中国武术段位制驻加拿大特别联络员 那么首先欢迎李女士的光临 我们知道你是四川人 像四川应该说是中国武术之乡 这个是武术的发源地之一 像峨眉山 青城山都是中国著名的名山大川 也孕育了丰富多彩 这灿烂的中国武术文化 那我想像这样的一些文化 传统文化 对您今后从事这种武术这个事业 是不是非常有帮助了 当然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四川 就是万县 十六岁就到成都 所以上大学 在这个过程中有运动员 然后在读大学 再到教 以后到四川省起委 做教练 武术教练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一直在从事的 武术的训练 跟教练的工作 特别是在1983年到1990年 和武术的训练